40亿年以后的事情值得我们现在操心吗 宇宙当中一切都不是禁止的 卫星在绕着行星运动 行星在绕着恒星运动 恒星则绕着星系中心运动 上个世纪50年代 科学家们又再次证实了 星系其实也在一刻不停的运动着的 比方说我们身处的太阳系 位于银河系当中 银河系的直径大约有10万光年 在距离银河系250万光年的地方 有一个星系叫做仙女座星系 其直径是银河系的1.6倍左右 质量是我们银河系的2倍 它是我们能够用肉眼观测到的 最遥远的天体之一了 在晴朗的夜晚 我们可以在夜空的东北方向 看到一团云雾状的星系 它呈现出纺锤状的椭圆光斑 比满月还要达6倍 它就是仙女座星系了 过去天文学家观测到仙女座星系 在朝向银河系存在着一个 镜向移动的速度 但是受到科技水平的限制 天文学家观测不到仙女座星系 横向移动的速度 这就不能够判断出 两个星系将会相撞 还是会错过了 但是在2012年 天文学家用哈勃太空观测 分析了仙女座星系 近两年的运动状态 发现仙女座星系 正在以每秒300公里的速度 朝向银河系运动 确定了这两个星系 将会在大约41年以后 发生大碰撞 这场宇宙大碰撞 会不会导致我们地球毁灭呢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星系碰撞在宇宙中 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 哈勃太空观测 曾经在宇宙中 拍到过很多星系相撞的瞬间了 但是在碰撞当中 恒星与恒星相撞的概率 其实是非常小的 因为它们之间的距离 实在是太遥远了 比方说距离我们最近的比灵星 其实离我们也有4.22光年 如果把太阳看作是一颗硬币 那么另外一颗比灵星硬币 则远在700公里以外 你要想让两颗相距如此遥远的 微小的硬币碰在一起 还真的是挺难的 所以星系碰撞并不是我们 普遍理解的物理碰撞 它其实是一种星系间的融合 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 在相当之后会因为引力的作用 重新合并成为一个更大的椭圆星系 空间望远镜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 根据天文学家提供的数据 就制作了这一事件发生的模型 这一场碰撞可以在地球上 用肉眼直接观测到 两条光带横跨夜空交织在一起 碰撞过程中的气体云 会产生许多新的恒星 宇宙将再一次散耀起来 但其实41年以后的地球 受到的最大威胁 还不是银河系 与仙女座星系的碰撞 而是寿命即将走向尽头的太阳了 不过41年实在太过遥远 那个时候不知道我们人类文明 还是否存在呢 如果真的是存在的话 那么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 其实应该已经离开太阳系 去寻找新的家园了 那么我们现在的担心 就变得极其多余了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人类撑不到那个时候 所以你觉得到底是哪种呢 有没有人类的吗 没有人类的呢